我们现在接着往下讲 谈公篇已经讲完了 下一篇叫做王治 王治讲的是什么 就是天子他统帅天下的一个制度 也是古代的天子以下 包括天子的王姬的本身 他的一些政府 他的一些机构官员 他的布置的方式 排列的方式 我们看本文 王者之治入决 这个王 王就是天子的决号 叫做王 叫诸侯 叫做公还是伯 还是侯 那叫决号 那天子的决号呢 就是王 王者之治入决 入呢就是奉路 决呢就是决位 一个就是他的官位 一个是他的心水 他的奉路 那为什么称为王呢 就是说他以仁义处事 而这个众所归相 所以叫做王 而不是用暴律 用武力说 你得听我的 那就是霸 霸道 美国就是霸道 那个就不叫做王道 古代的圣贤 走的是王道 他是用道理来说服你 用道理来让你佩服 就是王道 那古代的王 他统帅天下 他怎么样来这个把他的下面的一些官员 做一个适当的安排 他的薪水呢 做一个适当的分配 我们就看下面 公 侯 伯 子 兰 凡 五等 这个官位不一样 薪水就不一样 所以路也好 绝也好呢 绝不同 路就不同 那什么不同呢 公 侯 伯 子 兰 凡 五等 王的下面 有公 有侯 有伯 有子 有兰 这些呢 都是兰面为君的人 公 侯 伯 子 兰都是国家的国王 诸侯嘛 国家的国君嘛 那但是虽然是一个国家的国君 但是还有分国的大跟小啊 就有分母等 诸侯之上大夫请 夏大夫上士 东士 夏士 凡 五等 对诸侯而言 刚刚说公 侯 伯 子 兰 是对天子而言的 对王而言的 那如果对诸侯而言 他下面的主要的大官有谁呢 也是分五等 一个呢就是上大夫 上大夫就是庆 所以叫做上大夫庆 再来呢是夏大夫 上士 东士 夏士 这样呢 也是他的官位的布置呢 也是分为五等 天子之田 邦千里 那天子他的这个腹地有多大呢 国家古代所谓封建 封建就是分封土地给你去建国 叫做封建 那分封给诸侯的土地 就是诸侯的啦 就不是天子了 那天子本身有多少土地 各位你说 天子全天下都他的土地 但是天子下面也有天子的官 跟诸侯的官是不一样 天子下面也有诸侯 天子的下面也有 天子的下面有这个清 有大夫有氏 诸侯下面也有清 也有大夫也有氏 这是一样的 那诸侯下面清大夫氏 他的奉路是由诸侯提供的 那天子下面的这些官员 奉路谁提供呢 是天子供 所以天子要不要有田 也要有田 那天子的田 可以来供给这个奉路的呢 他的地方呢 方圆有多大呢 方千里 就是长宽各千里 那长宽各千里 是个什么概念呢 那么我要解释一下 什么就是一里呢 古代的制度 300步为一里 那你说300步为一里 那一步多大呢 一步是五尺 各位就知道说 跨一步要五尺 一尺多少呢 相当于现在的30公分 各位现在我们台湾 所用的这个尺 我们叫台尺 所以这个台尺 其实就是古代的尺 这个古代的尺呢 这个一尺是多少呢 以公分来衡量的话 大概30.3 那一大步 有五尺 那300大步 就是一里 好我们以五尺30公分 来算 那么300大步 所以算下来呢 这个一里啊 就相当于现在的 450公尺 450公尺的建方 刚好 也就是一里建方啊 也就是以前的景田制度的一景 那一景里面是九个景 九个田啊 对不对 景田 划上去 那个景填上去 就是九块田啊 对不对 好 那单边呢 是450公尺 那是不是各边要除以三 才是九块的景田啊 所以一个景田 大概是多大呢 我们就算得出来了 就是以现在来说 150米建方 长宽 都是150米 这样的一个建方的那一块地 就是古人啊 一家自所分到的 耕种的地啊 就150公尺啊 以现在来说 真的你要去耕种 150公尺 你也做死的 是很辛苦的啊 那这150公尺 建方的地 古代称作几亩呢 就是100亩啦 这样叫做100亩的地 好 那我们现在说回来咯 天子的田多大 方千里 好 一里是450公尺 等于0.45公里啦 好 那一条线就要1000里啊 1000里呢 就相当于是450公里啦 450公里是个什么概念啊 台湾头到台湾尾就是400公里 450公里 也就是说它长 它的边长啊 比台湾再稍微长一点点 那450公里乘450公里 也就是20万2500平方公里啦 这个面积就是古代天子的 它的王都里面 王姬 这个叫王姬之内的田 要准备啊 不是他自己一个人用 他要分配给别人用的 这个面积相当于 现今的湖南省啊 河北省啊 陕西省啊 它的面积都差不多是这个面积 所以它的 王姬之内 所有的公亲大夫啊 氏啊 他们的奉路啊 就是由这块地呢 来分配 其实1000里建方 也就是古代的一个州啦 以前古代不是东元有9个州吗 其中的一个州 这个天子的田啊 准备呢 要来分配给 他的天子下面所属的 这些秦大夫啊 这些秦大夫啊 这些元氏啊 等等啊 他们的奉路啊 所用 那么天子讲完讲公侯 公侯田方百里 公侯博子兰 对不对 那公跟侯 它的田有多大呢 就是 这个堂宽 各有 100里 那 也就是 1万平方里啦 相当于 现在的什么呢 相当于 现在的45公里 建方 也就是 2025平方公里 相当于 现在是这样 也就是差不多 是等于 现在的一个 小小的线 也没多大 古代的一个国啊 就差不多像 相当于 现在一个 小小的线 70里 伯 70里 公侯讲过了嘛 公侯博子兰嘛 对不对 公侯是 建方百里 博是多大的 地是属于它的呢 是70里 也就是 从面积来算的话 这个70里的面积 就是百里面积的一半 相当于 现在的 31.5公里 建方那么大 如果以平方 公里来说 是差不多像 现在的992公里 相当快1000公里 孙兰 公侯博子兰 对不对 孙兰 比较小 孙兰是多大的国呢 50里 也就是相当于 现在22.5公里 各位我们现在22.5公里 骑车的话 那一下就到了 对不对 所以孙兰的国家 其实是没有多大 不过没有多大 如果让你去跟踪 会做死的 谈到要工作 他就变很大了 这个就是古代 我们不是讲公侯博子兰吗 很多诸侯啊 这个对于古代的王子来说 他到底是多大呢 也就是这样而已 公侯也就是百里 这是为什么在孟子里面 孟子就骂那一些 这个骑军 因为他还希望他的土地很大 孟子就跟他们讲 如果从以代的王 如果还在世的话 那你现在的土地 已经到千里 千里等于是一个天子的天下了 天子的王姬也才千里而已 那你这时候 如果古代的王在世的话 你该不该罚 你不断的并吞别人的国家 你都不知道满足 各位我们现在读这个古代的制度 我们就是要试图 把古代的那个制度 拿来现金拿来套一套 我们来品味一下 因为我们对古代有很多误解 对不对 我们来看看圣王 古圣先贤在世的时候 他们是如何来定这个制度 所谓的天子拥有天下 其实都是把天下割给人的 他自己下面 虽然拥有一千里建方的土地 实际上这一千里的建方土地 都是封给他下面的 很多很多的官员的 很多的清代夫 很多的士 每一个人都要采地 对不对 所以他自己本身是没有多少的 不能五十里者 不合于天子 如果他的土地不到五十里 不合于天子 的意思就是 合就是说 跟着诸侯一起去朝见天子 他不能跟着诸侯一起去朝会于天子 叫做不合于天子 富于诸侯约富庸 好 那这个时候 他不能够去见天子 对不对 你要去见天子 你都要相当的分位 各位我们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 现在 不是每一个国家的国军 都能够去见美国的总统欧巴马 他不见你 对不对 他要相当觉得你有相当分量 他才会去见你 那你说那你永远见不到欧巴马 那你有事情要求助于他怎么办 那你又请谁帮忙 请德国 普京跟他常常见面 请他帮忙 请这个德国总理来跟他帮忙 对不对 就附庸 就差不多这个意思 所以小国不足五十例 真的呢 平常没有直接朝会天子的权利 那就附庸在大国 他的国家里面有事 他不能直通天子 那他把国事赋予大国 请大国呢 代为禀告 这个叫做附庸国 天子之山公之田 室公侯 好 现在就来讲 刚刚不是讲说王姬 这个天子的田有多大呢 有一千里建邦 那他要分配给谁呢 他下面有山公啊 有清大夫啊 有室啊 怎么分呢 好 现在就来讲这个 天子下面的山公 他所要分配给他的露田 有多大呢 室公侯 室是比照 比照千里之外的那些诸侯 宫跟侯 宫跟侯 刚刚已经讲过啦 宫侯有多大啊 就是建方有百里 那也很大啊 等于是天子的山公 等同于诸侯啦 所以他的一千里 还要搁很大的地出去啊 各位 天子之清四伯 清就是代夫里面呢 比较高等的 叫做清 那天子下面的清呢 光位很高啊 山公除外 再来就是清啊 这个山公呢 就是司马啦 大司马 大司土 大司空 他们独在来都不一样 那这个等于是 这三个就是 统领了他的整个天下了嘛 这三个叫做山公 下面还有主寺的人 叫做清 清的露田 比照什么呢 室伯 比照伯爵 公爵 猴爵 刚刚比照过了 现在比照伯爵 那么伯爵呢 就是七十里 肩方的地 天子之代夫 四子男 好 清 下面就有代夫 其实清也是代夫 不过代夫里面 比较高等的 叫做清而已 天子之代夫 好 比照什么呢 比照子跟男 子跟男 他的地多少呢 就是五十里 肩方 就是一半再一半再一半 这个公侯的一半 就是伯 伯的一半 就是子男 天子之原事 事附庸 那天子下面有事 有上事 有中事 有下事 为什么叫原事 只有天子的事 称为原事 这个易经说 原者善之长 原就是善的意思 天子的善事 就是天子亲自 这个 赴命 赐给他的 这个事的 这个位置的人 天子亲典的 叫做原事 那他的奉路 是附庸 附庸就是不足五十里 也就是说从天子的 千里建方的地里面 割给山公 割给天子的清 天子的代夫 天子的原事 要把土地呢 就分配给 这些下面 这些国家的重要 重要的栋梁 制 龙田百亩 制 就是王者的制度 那王者的制度 怎么样来分配 这个龙田呢 他说龙田百亩 各位龙田百亩 就是景田制度的一景 景田制度 就是一大块割成九块 对不对 那刚刚已经讲过了 这一大块呢 差不多是四百五十米 天方 然后呢 割成九块就是一块地呢 就是一百五十公尺 建方以我们现在的尺寸来量 那这个面积就是所谓的白亩 白亩之分 上龙夫十九人 那这白亩的地还有 比较肥的比较平的 有这个等次上的差别 所以叫做白亩之分 上龙夫十九人 上等肥沃的龙田 分配给你的话 那你呢 好好去耕种 他生产出来的穀物 可以养活九个人的一家 一家九口的人了 其次十八人 第二等的好的地 可以养活八个人 其次七个人 其次六个人 下龙夫十五人 最差的地 你去好好耕种 最贫瘠的你好好耕种 这一百五十公尺 建方的地 你起码呢 你还可以养活五个人 各位那 这个古代等于是说 分配给龙夫的地 可以说是 这个相当的优渥 是要养活自己的一家口的人 是没有问题的 那当然家的人如果多了 那分配的地呢 就要一百亩 那再来 再多一井 可能是两百亩 那分家的时候呢 每一个小家庭都有个一百亩 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工作啦 每一个人都不会失业啦 每一个人也都靠自己的努力 来争取 他呢 应该有多少收获啦 那分配土地的时候呢 那就要公平 也不能说 他全部拿到好的 他全部拿到差的 这个中间呢 就有一个分配的问题 存在 这个后面呢 还有一个制度呢 还会再说明 所以我们前面就讲说 上农可以持久人啊 就是说 呃 一个上等的农夫 有好的土地 懂得跟踪的技巧 自己也很努力 那一个人就可以养九口的人 没有问题啦 各位我们对照一下 现在的社会啊 一个人工作上班 要养活家里九口的人 他现在各位会觉得很困难 所以很多人都不敢生小孩的原因 就在于这里啦 这比较起来喔 古代的人去工作 去务农 他还身体还很健康 那么他不会担心他家里呢 没吃没穿 为什么 因为土地就在那里啊 每天都在长菜出来啊 对不对 那耕种个两三年 也就有一些存粮啦 偶尔呢 有个干旱啊 偶尔刮个大风 起个台风 他也不怕为什么 因为存粮吃也够啊 这相较起来古代的人喔 我们说他们贫穷 说未开化 但是他们反而生活的怎么样 踏实啊 现在我们的人 虽然你生活 呃 你的薪水可能也很高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食衣住行都是钱 古代的这个食 是自己种的 衣也是自己种的啊 种那个麻 然后呢 这个妇女在家里 就可以衣丝 对不对 养残 那 住呢 说是用土 用石头所叠的啦 那行呢 因为没有就没有那个样的 没有那个跑车 他就跑不远啊 那顶多就一头牛一踢嘛 所以都不用花钱了 那这心理反而踏实 现在虽然我们什么都有了喔 然后还有iPhone啊 还有智慧手机啊 还有名车啊 还有豪宅啊 那很不踏实 因为你感觉啊 很多东西好像一下子就要落空 对不对 所以想一想 古代的制度还是有好处的 庶人在官者 其路以事为差也 好 刚刚讲说上龙可以养九人喔 下龙还有可以养五人 各位对不对 庶人在官 就是平常百姓的人 如果说在官府里面上班 就在官府里面做事的平民百姓 现在各位我们也有这种人啊 对不对 其路以事为差 那他的奉路呢 就是以可以养九人 跟可以养五人 这个等次来差异 或者是怎么差异 他的奉路是按照他的能力 的比例来调整 各位我们现在在公司上班 我们的薪水是不是也有高的也有低的 那你就说不公平 各位没有什么不公平的啦 老板发薪水是看你的能力发的嘛 你说可是我能力很好 他发我很少 你也不要感觉自我感觉太好 你能力好 人家自然想留你 自自然会给你相应的薪水啦 你的薪水都低 那就表示说我们的努力也许是不够 也许我们的能力也许是不够 所以不要老是怨天尤人 那能力有这个差异 还有他的努力也有差异 有的人就是对公司很努力 有的人就是整天都在打混 各位这种人我们也看不少 各位对不对 如果是很努力的人跟打混的人 我们都发同样的薪水 就是公平的话 那每一个人都要懒散 对不对 好所以这个每一个人薪水不同 是因为他的能力不同 是因为他的态度不同 好那你在官府里面 你在上班 是因为这个有不同 所以薪水就会有不同 那薪水有不同 怎么样的不同 能力好的 工作心情的 比较上农 他拿的薪水可以养活 9个人 差不多就是你可以去做农夫 做150公尺 肩方的地 好好去薪情耕种 所收获下来的农作物 去变卖的现金 就差不多是一个公务员 很尽心尽力的公务员 能力很好的公务员 就差不多可以领这份薪水了 那如果说能力不好 态度也不好 那就领那个可以养活五个人的薪水了 那就说起来 这也是很公益子毒死了 诸侯之下士 是上农夫 那刚刚讲的是说 在王府里面所工作的平民 现在我们就讲说诸侯他的下士 是有上士 中士 下士 最低最低的叫下士 下士的收入比照 前面所讲的上农 上农的意思就是说 可以养活九个人的收入 下士收入 诸侯的下士 他的收入可以比照 可以养九个人的收入 那也就是说比一般人稍好的 路足以代其耕野 就是说我没有去种田 那我今天舍弃种田去当公务员 那我当公务员的努力的结果 我也能够抵得上上农的收入 所以路足以代其耕野 中士被下士 上士被中士 中士的收入比下士多一倍 多一倍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可以抵得上两个上农的收入 意思就是他做一个月 可以养活十八个人的意思 上士被中士 上士的收入又比中士又 多一倍 下士 下大夫被上士 那士的上面就是大夫 大夫又有分上大夫 下大夫 那下大夫又比上士又多一倍 这样子算过来 就是说 一般的下士 他的收入可以抵一个上农 中士可以抵两个上农 上士可以抵四个上农 下大夫可以抵八个上农 就这个意思 八个上农可以养活多少人 八九七十二 那就很多人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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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